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著下來我想我們要進到第二章 第二章是Asuka 奈拉時代 當然還是古代 Asuka 奈拉時代裡面有這個 第一節我們講到推古天皇 推古天皇是日本第一位女性的天皇 再來就提到什麼是飛鳥文化 而這個飛鳥文化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宗教進到日本 他是佛教 因為在這之前我們一直講到的 古文獻裡面提到其實都是神道的東西 神話的東西 但是我們第二章會提到 如果站在日本人的角度 叫做外來文化 外來文化 那麼我說我們在上日日本文化的時候 要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什麼叫做再來文化 也就是原來日本的文化 另外一個概念是說 日本到底從外面吸收多少東西 只是外來文化 另外可能還要請各位去思考的 外來文化進到日本以後 日本這個民主是不是照單全收 就是說所有的漢字 所有的語言 所有的一切 我全部照單的去把它吸收下來 答案當然不是 如果是的話就很單純了 因為沒有什麼變化 問題就是說它產生了變化 它刪除了很多 但是它也融合了很多 它又發明了很多 難、複雜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也一個一個來跟各位介紹 那飛鳥的Asuka佛教 還有這個有關於佛教進到日本 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有一段抗爭的歷史 我們就慢慢看來 那飛鳥時代是從六世紀末開始 一直到八世紀的初期 飛鳥時代 我們先把時代給它界定的清楚 所謂時代如果有一個很清楚的時間點 我們才不會混淆 對於一些人事物的了解才不會去混淆 那當時天皇建都因為是在飛鳥地方 所以成為飛鳥文化 Asuka就是現在的晉姬奈良這個地方 這個可以跟前面我們提到的 所謂的野馬台國 它的建國是在大河晉姬說 來稍微做一個結合 就暫時先把九州這個部分 給它放棄掉 那佛教的入傳 把漢字漢籍傳來以後 佛教又傳過來以後 對日本文化影響相當的深遠 佛教的思想也是成為當時政治人物 去採納的一個部分 講到這個政治人物 我也覺得自古到今 好像跟佛教都有很深的怨言 政治人物 我了解的就是每一個朝代的重要的人 他都有上面有大師 這些大師為他補掛 為他算命 為他看未來等等 那麼準不準他自己判斷 甚至於他要到固定的一個佛式去參拜 其實都有 記得這個德川時代 幾乎每一位將軍的媽媽女性們 我們看那個叫做大奧 各位看過沒有 大奧 背後都有位大師 一直到現在的政治人物 其實跟佛教也有一些很深的一些淵源 所以佛教的這個思想 這個無緣輔戒 它是一個必須去探討又很難理解的一個思想 再來就是隨著佛教傳到日本以後 佛教的寺院的建築就跟著改變了 這裡面就提到建築文化的東西 因為佛教的這個寺院建築它是很特殊的 而日本本身它的建築本來就有它的所謂的再來性 我講的就是原來佛教沒有來的時候 我們日本就有很多建築了 對不對 可是佛教的建築一進到日本去以後 其實它會融合 會中和 我們就來看在寺院的建築上面 有什麼樣子的一種變化 這個也要做一個了解 另外就是佛像也是一樣 我記得我第一堂課跟各位同學講 到日本去用走的騎腳踏車有沒有 去逛大街小巷 看看有哪一些寺廟 哪一些神社有沒有 你就可以發現很多佛像 另外有一個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佛教延伸出來的藝術 美術 像繪畫 像書法 像雕刻 這個東西都跟佛教息息相關的 這個當然也是在文化傳播的一個範疇裡面的 那中國傳來這個佛教信仰 會造成一個新舊思想的衝突 也就是說再來的神道早都有一個信仰了 突然來一個佛教 我們不知道佛教是什麼東西 所以就有人說不要 不要佛教 那有人說要 那麼像清明天皇 他對於這個從朝鮮引進來的這個佛像 他不知道怎麼處理 他就說有這個東西你們來判斷要不要 那麼就有這個造成這個爭論 那有一派贊成 所謂的從佛派就是輸我士 有一派是不要佛教的 要把他廢掉的叫做物部士 大概這樣子讀他們兩派形成對立 那對立以後呢 其實這也有一段很長的這個戰亂 內戰 從結果來講就是輸我士他成功了 那物部士失敗了 所以這個佛教思想順利就進來了 而成為當時的貴族所接受 那麼推古天皇裡面有一個設政的人物 這個人物對於日本佛教的一個興盛是非常重要的 熟得不太熟 我想各位大概也有聽過 最後就由他來設政 也就是助理這個朝政的意思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個就是聖德太子 那兩年前吧 日本的應該是高中的歷史老師 他寫了一本書 在日本花燒非常的震撼 說聖德太子沒有這號人物是捏造的 根本沒有這個歷史 那造成很大的一個迴響 因為他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定論 成為一個英雄人物了 然後你現在才說no 那其實又不是隨便說 而且他說的是很有道理 他是引經句點的這樣子講 所以造成很多這個回響 在日本還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歷史的教科書通常是一定要送神的 送神是到縣市政府的教育單位去審查 那麼最後如果是中央發行的這個教材的話 恐怕要到送到文部省去 有相關的人再找一家專家學者去審 那最後審定的就成為標準教科書 通常在各縣市他們有標準的歷史教科書 在各個不同的學校的層級在使用 但這些歷史的教科書通常不是很精彩 那你要去坊間的書店去買一些更精彩的書來看 這些書叫做不及格的歷史教科書 它上面就寫不及格三個字 那所謂及格不及格其實它沒有一個標準 不及格的東西通常很精彩才會不及格 比如說他說得很真或者他批判得很嚴重 那對政府來講立場不太好等等等等 但是編者有一肚子怨氣說我寫得那麼好 我寫得那麼辛苦 我寫得那麼真 然後最後你沒有採用我 我自己出版可以吧 我自己讓自己想看的讀者來看可以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每年都有很多坊間出來 不及格的教科書 特別是在歷史這個部分比較多一點 來非常有趣的 好 我們看這個聖德太子 其實在這個設政的過程裡面 他有幾個算是他的攻擊 他在幫助推古天皇在設政的這個過程裡面 一個是當這個活教的思想決定留下來之後 活教的思想怎麼樣讓他在日本的社會普及 而且跟他的政治的一個政策的推展相結合 這個聖德太子做得很多 第二個是有關於這個建造佛式跟註解佛經 一些經典他花了很多精力 找了很多人去做這個部分 第三個是制定所謂官位十二階跟十七條憲法 這個官位十二階跟十七條憲法 其實是跟中國的律令是有相關聯的東西 換句話說 他是他的思想 他的印度是來自中國的 第四個是對外的關係 他派遣這個潛水使 潛水使 那這個人物是非常的有國家觀念 我現在先反著講 這個第四點 潛水使 這個潛水使的時候 記得聖德太子請人帶著國書去見到隋陽帝 隋陽帝 那這國書上面寫的大義是這麼說 說因為是國書嘛 他說我這個是日出之國 治 治就是給的意思 日落之國這樣子 有這樣一個表現法 那據說隋陽帝暴跳如雷 為什麼暴跳如雷 因為兩個水使帝沒有辦法接受 一個是你是續日東升 日出 然後我是日落 分明是你要起來我要下去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國對國 這很嚴重 因為我們前面講的那個窩王是什麼 朝貢 我是側風 是上下關係 你怎麼現在來一個國跟國呢 但是聖德太子他是刻意的 他刻意寫的 就是他要凸顯 當時他有一個國家的一個概念已經出來 就是說國家沒有大小 我跟你是平起平坐的 接著下來我們就跟各位來做一些介紹 比如說這個憲法十七條 憲法十七條 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條他說以和為貴 以和為貴 就是融合的意思 所謂以和為貴其實他 如果你了解那個神道跟佛教的 吵來吵去爭論的那個背景 其實他意思是說 不管是再來的 不管是外來的 都有他好的地方 大家和好吧 然後把雙方好的地方融合下來 接受下來吧 這樣不是很好嗎 那第二條他有講到說信奉佛教 或者說第三條 尊重天皇玉職 貴族虛以禮為本等等等等 中共列了十七條 把它當作一個憲法 所以稱為十七條憲法 這裡面我覺得 他其實就要開始建立一個國家的一個制度 因為憲法是我們的根本大法 那麼回到這個前面講的這個憲法的這個部分 他活用了很多儒教的思想 跟佛教的東西把它結合在一起 提煉出一個他認為最好的一個融合性的一個思想 來作為一個遊戲規則 這個遊戲規則我們就說它是一個憲法這樣子 那我們再看淺水史從第一次派小野妹子去 前前後後派了五次 這個小野妹子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經常跟日文系的學生說 日本人的姓名有一個很好判斷的 只要是〇〇個就是女的 不會有錯 讓這個例外 小野妹子不是女的 她是男的好不好 但是那個原則還是沒有錯 你拿到名片〇〇個或者是你只要看到〇〇個大概猜她是女性 八九不離十 應該不會錯 總共派了五次到水草去學習中國的文化制度 也就是說這個時代的文明是中國在上而日本在下 所以中國是接受方的 日本是想要去跟對方學習的 所以才有前面的那個朝代所謂的奉共 朝共跟撤封的這個問題 當然古代的時候並沒有撤封這個名詞 我要做一個補充 各位不要誤解 我講的意思就是上對下的意思 撤封是到後面的 那跟隨行帝 帝出這個國書 主張對中國對等的立場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不再重複 那接著下來我們就看一些他的特色 那麼這個特色在飛鳥文化裡面 佛教的特色主要是來自中國的北魏跟南朝 就是魏晉南北朝的南朝文化的影響 那這裡面有佛教的藝術 特別是我剛剛也提過了 再重複一次 建築 雕刻 繪畫 書畫等等 各方面都有很深遠的一個影響 所以因為聖德太子他這個主張去弘揚佛教的文化 所以也帶來一個佛教的文化 在這個時代開始往後的日本 它是一個黃金的一個時代 也可以這麼說 那各位看一下這個飛鳥式的這個釋迦如來佛像 通稱是飛鳥大佛 飛鳥式是日本第一座佛式 主要是要宣揚這個佛法的一個寺廟 那再來有一個是法隆寺 這個法隆寺是在這個奈良縣 在郊區 它的別名稱為班舊寺 它是世界最古老的木造的建築 它的入門票也是最貴的 要進去要日幣一千塊 通常不會到一千塊 五百就很貴 但這裡要一千塊 607年的時候建成 但是670年的時候遭遇到大火 到708年的時候重建 但之後也陸陸續續重建了好幾次 所以現在在法隆寺有一些是古代的政績 有一些是後面的修復 當然修復的也不少就是了 不過我覺得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在這個旁邊我下個禮拜放假 10月10號放假 在下個禮拜我再跟各位介紹 在法隆寺旁邊有一個寺廟叫做唐昭提示 唐昭提示跟中國的一個律令的始祖 叫做建真和尚 它是有關係的 到時候我們再一併跟各位介紹 好 下課 請各位打開教材28月 我們上次已經上到這個有關聖德太子這個部分 那我們提到那個佛教傳來以後的一些問題 我補充一下就是上個禮拜我們提到那個聖德太子在他推展他的社政 就是這個相助追捕天皇在處理正事的時候 有兩個很大的這個制度的推出來 這兩個我想跟各位再做一個補充的介紹 第一個是所謂的官位十二階 官位十二階這個東西 官位十二階應該是日本古代的一個官職吧 那麼之後我們會跟各位介紹所謂的律令這個東西 這個律令一出來以後 在官位十二階慢慢的就失去作用 但是在律令這個制度出來以前 它是有它的一個作用在 那後面我們會介紹一本書叫日本書記 那根據這個日本書記裡面的一個講法 是在604年的時候就制定了這個官位十二階 那這個官位十二階總共有那個所謂人意理自信 這樣的一個排法 如果要仔細算的話它就是道德的德 大德小德 然後人大人小人 理大理小理 信大信小信 然後義大義小義 然後智慧的智大字小字 這個是整個排法 它有不同的顏色 總共有這個十二個官位這樣 那它制定這個目的就是希望在有兩個目的 一個就是人才的使用的時候 能夠比較可以去選才 就是說這個有一個等級出來 可能比較好選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跟對外關係有關係 所謂的外交使節的禮儀這個部分是有關係 那所謂官位這樣的一個用語 來自中國沒有錯 可是在當時代其實甚至於更早的朝鮮 朝鮮當時我們稱為古朝鮮的時候稱為三國 一個是高居立 一個新國 一個百紀 事實上在這三國 這個比中國更早就有類似所謂官位的制度了 這個官位的制度當然不一定是這個所謂十二階這麼明顯 但是在制度上其實都已經有了 所以這個時代的官位跟朝鮮的這個官位 有部分是類同的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其實它參考了古典文獻的一些內涵 就是剛剛我提的仁義理智的這個東西 大概是這樣子 那律令制度是在之後 所謂律令制是在668年的時候 制定的這個律令制度 他們後面也出現了一個所謂大寶律令 大寶是年號 如果西元年是701年 這樣的一個年號 另外我再介紹一下就是這個時代 他們有所謂的中央官制 中央官制 中央官制裡面就是有所謂的二官八省 那二官裡面非常重要的 那個神子官跟太正官 然後下面設八省 那在這個古代這個時代的官位 各位就可以很清楚 特別我要提這個東西 它是在八省之上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制度 這裡顯示了什麼 顯示對於神給 祭祀 禮儀這個東西 在國家的中央體制裡面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從體制面來講 這個是要讓各位知道 那我們如果對比中國的這個中央集權的制度 整個權力是集中在這個皇帝的這個身上 那在同時代我們有三省 有三省 就是中、蘇、門、下、上、蘇 有這個三個省來補助皇帝 這我想各位都知道 但日本的律令是兩個官在上面 然後下面有八個省這樣子 那這個各省之間 他們都是幫助協助天皇在治理這個朝政 各司七職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讓各位了解一下 那第二個可能也要跟各位來做一個 稍微簡單的說明 在這個時代 就是聖德太子的時代 在日本已經有出現這個東西 叫憲法 我們現在還是用憲法這樣一個名稱 可是在這個時代七世紀的時候就已經有 有這個憲法這樣一個十七條 這十七條我大概沒有辦法每一條念 大概我念幾條讓各位聽 第一條 以和為貴 以和為貴 然後無處為終 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其實人都有一個集團一個集團 所謂人都有一個黨 這個黨其實就是說 人皆有黨 那大家都必須要去 發揮他的黨的宗旨 沒有錯 可是大前提是以和為貴 從七世紀一直到現在二十一世紀 我們人類最難做到的也是以和為貴 看美國的國會跟總統之間 看台灣的馬王之間 看昨天日本國會開戰安倍接受在野黨執行之間 其實如果不和諧的話 這國家的運作在在都會出問題 再看前不久德國的女的首相 雖然連任了 可是她連任了 她自己所屬的黨沒有過半 她必須跟在野黨組織聯合執政 那這個是好事 我覺得一黨獨大會出很多問題 聯合執政以後如果大家談得懂 平均的很多角度去思考 國家怎麼走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她是覺得說以和為貴非常重要的 然後第六條我隨便舉 她說誠惡勸善是骨之良點 就是說賞華要分離 我們這個社會現在也存在了一個 是非公理不分 價值觀被扭曲的一個時代 所以這個十七條裡面 我不可能全部講 我唸幾條讓各位聽 比如說第十一條 她說明察功過賞華必當 那麼十二條裡面說 國師國造勿收斂百姓 這很重要 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當一個主政者 她講的是勿收斂百姓 就是說 這個你是一國的王臣 如果你磕稅 或者是對老百姓做不當的一些徵收 這是不好的等等 那麼她說租任官者同之執掌 意思就是說這個任官的人不是說 我自己的職務做好就好了 我必須要同之執掌 這個同之執掌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各位都知道長榮企業吧 長榮Evergreen以海運起家 那很早的時代 他們在徵人的時候 就是二十七歲以後的就不用了 人家他們企業有他的道理 那在念試或者是在考試的時候 他絕對不是考你英文程度怎麼樣 專業程度怎麼樣 他幾乎不考 他考什麼東西 他考信項自由 所以你去作答出來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你能不能上 然後一放榜的時候 成績不好的人上了 有沒有可能 大有可能 你所謂在學的成績很優良 奇怪我怎麼沒有被錄取 因為長榮企業這個集團在取財 他不是以成績掛帥的 那那個現象裡面已經告訴你 這個人到我的企業來應該可以合 那他是怎麼樣 我曾經看到他們辦公室裡面沒有茶杯 我們一般的工人員 隨便你任何一個工家機關 或台大的職員或老司員 就是你去看一定有一個茶杯 我們可以喝茶 這也是人之常理 那但是你看到長榮的辦公室裡面 幾乎你可以看不到茶杯 那你不要誤會說 你們這個集團怎麼那麼沒有人性 連喝茶都不行 NO 不是 就是你要喝茶你就到後面去 那他們在裡面的員工告訴我 他說你只要到後面去 應有盡有 而且非常的這個豪華 你要喝咖啡你要吃什麼都有 但是你只要出來外面工作 就不要有這樣的一個喝茶的動作 喝咖啡的動作 吃東西的動作 那是不好 那這是另外一點 我要講的是同資執掌是什麼東西 就是今天我在這裡做我這個工作 可是我旁邊的人放假 我旁邊的人放假 可是這個業務還繼續要推動 當有人來問到業務怎麼辦的時候 問到我的業務 我馬上處理對不對 可是問到旁邊的人 他今天放假 通常公務系統的回答 他也許說 我可以來幫忙 你說吧 我可以替你做 這樣子的話 老百姓很高興 假如他說 抱歉 他這個禮拜放假 請你下個禮拜再 可以這樣嗎 官僚體系經常有 這個放假 對不起他今天沒有來 請你明天再來 不便你人家還要跑一台 這個在這個時代裡面 他都想到了這十七條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所以我想我跟各位做一個補充的一個說明 那另外一個 就之前有一位學者 是進都產業大學的一個學者 叫森伯達教授 森伯達教授 他中期研究了身外 他繼續現在還是很活躍 他就在寫這個日本書記 這本書 那之前我們請他來演講 兩三年前了吧 他就帶了那個 他的文庫本 他寫的日本書記 他帶了三十本左右來 送給我們所有的老師 還有所有研究生 好像每一個人他都送一本 他說我這本書啊 現在已經賣了六萬多冊了 我就很驚訝我說 你看 對一個日本書記 有六萬多個日本人在看 到底是精彩在哪裡 他送給我回去馬上看 這裡面他提到的就是說 有關於十七條憲法裡面 有太多的物資 有太多的物跡 錯誤的地方我必須把它修改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他連古世紀一起再做研究 整個意思來講就是說 這個日本的古文獻裡面 從日本的角度來看 都是日本人自己寫出來的東西 森博達教授說 No 不是 不是 我比對了內涵 用很多很多這個 比較研究的一個角度 那種基礎研究的一種訓練 去比出來 裡面有很多 發音也好 表現法也好 是日本人沒有辦法做的 因為或者是日本人根本就弄錯了 那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大膽的假設 是有中國人的作品在裡面 那一開始呢 包括他的指導教授 沒有辦法相信 他說他被罵得這個很嚴重 那時候他很年輕 只有碩士班之後 可是他為了求證 一直弄到把整個真相 離得很清楚 在學界裡面 反駁不了的一個理論 終於被證實 這個時候他就成名了 所以才會有六萬多人去看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受到韓國的學界 非常有興趣地去讀他的東西 後來韓國一天到晚邀請他去演講 他也去做韓國的古文獻的那個研究比較 所以這個聖博長先生他跟我講 我跟他有一些私交的事 他就跟我說 他說我現在都在跑韓國 非常有趣 我發現韓國裡面還有很多可以去做的東西 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題外話 還有一個是潛水史的這個問題 潛水史 其實潛水史的一些情形 就是說時間上也比較短 但是水草的時候的所謂水書 水書其實是二十四史裡面的一個 裡面有一個水書裡面有一個窩國傳 這個窩國傳的內涵 我的推測應該就是潛水史或者之後的時代的人 到水草去以後 那麼跟當時的日本人他們成為窩人交談以後 把他記錄下來的窩國傳 這個窩國傳就是我稱的日本傳 這個日本傳去瞭解當時的一些日本的情形 那在二十八月之二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有這個上次有介紹就是說 因為這個水草帝這個豹條如臉以後 他就請了一位叫做匪士卿的一個使者 到日本去 到日本去應該是向他們抗議吧 但是除了抗議以外 他還是做了一個交流 所以也帶了一些當時代的日本留學生 又回到中國去 那產生了後面我們要講的 所謂的這個大化革新 那這裡面就會涉及到第二個部分 我們可能要跟各位做介紹的 有關於飛鳥文化 飛鳥文化的特色 我們在做一個說明 其實是佛教的一個建築跟藝術 非常發達的一個時代 那它是受到中國的這個北魏跟南北朝文化的一個影響 除了建築藝術 還有一個雕刻、繪畫等等這些方面 都有長組的一個發展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提到所謂的那個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二十八月的第二段 這個Garan Haiji這個地方 Garan就是這個寺院的建築 這個部分我們也做一個了解 還有紙跟墨 還有飛鳥時代的這個生活這個部分 那整體的飛鳥文化 我再簡單的做一個總結 你們可以把它視為一個佛教文化的發揚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概念就可以了 那這個佛教文化的發揚裡面 這個一個據點非常重要的 就是奈良的一個法龍寺 可以看這個照片 這個法龍寺 就現在是世界最古老的一個木造的建築 那當然它是已經不是當時代的這個原型 曾經因為這個大火殺毀掉 那之後有成建 當然也有部分是從當時代就一直留下來的一個東西 非常值得去看 在奈良的一個郊區那個地方 那這裡面 這個法龍寺裡面其實又叫飛鳥佛裡面 所以以佛教的文化發揚作為一個主要的一個訴求 那剛剛也提到這個受到中國北魏的一些四樣的一個影響 所以他們有一些觀音像的這個部分 其實有這個中國還有這個像百計觀音都在裡面 這個法龍寺在木造的建築裡面 它是一個怎麼講 就是當時的佛教建築的技術可以說是最先進的一個地方 應該是看不到一根釘子 然後它可以這樣子的一個雄圍 然後可以遠遠流傳下來 在建築的技術上面 事實上是人類智慧的一個解禁 這裡面有一個叫做玉蟲除子 如果各位你們進去看的時候這個特別看一下 它其實就取一個這個佛堂建築的一種模型 好 那再來有關於這個子跟墨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佛教的經典很多是經過所謂注釋的 在這個時代也就是說聖德太子他自己也寫了所謂的三經譯書這個東西 他是參考中國的這個佛典經典的一個注釋的這個書籍 那麼他用自己的一個這個思考的模式去寫出來 這個他自己的這個稿子據說還這個草稿還流傳下來 我倒是沒有看過應該是蠻珍貴的一個東西 那另外就在這個時代我們反映到這個所謂文化跟文明進化 提到這個老百姓的一些生活 在隨書的這個日本傳裡面也有提到 描述一些日本人早期的這些生活 總的來講他就是提到我們之前介紹這個神文 彌生 一直到古墳這三個文化人類的一個演變裡面 還有一些古墳時代流傳下來的一個生活方式 在飛鳥時代還持續的存在 只不過是這個時代有一個外來的宗教叫做佛教 這個東西進來以後對於日本人的一些生活思想 甚至一些信仰還有剛剛我們提到建築雕刻藝術等等 產生了一個莫大的一個影響 就在這個時代 好那接著下來就是我們要繼續跟各位介紹 這個綠令國家的這個行程 我先用這個power vendor跟各位做一個初步的說明 然後我們再來看課文 綠令國家的行程 有兩個這個主要的皇帝 一個叫天之天皇 一個叫天舞天皇 這個綠令國家的行程裡面 我們可能要跟各位介紹有幾個大象 第一個大化革新 那再來就是天舞天皇 再來要介紹一個 這個最原始的這個經程叫做藤原紀 還有一個也是中國傳去的道教的問題 道教 另外就到了唐朝唐代 唐代有一個中日的文化交流史裡面非常重要的活動 這個活動叫淺唐史 淺唐史 淺唐史是長達兩百多年 總共從日本派遣的使節到中國的長安去取經 前前後後大概有紀錄可考的十八次吧 但是也有學者說是有二十次 總之它是一個很漫長的一個歷史 那雖然是美其民是日本人到中國去取經 可是取了以後他們之後的發揚光大 在有一些文化的要素上面 我可以用青春於蘭、聖於蘭 這樣子的一種表達方式來做介紹 那後面還有一個白鳳文化 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也做介紹 另外還有這個綠令國家的形成的過程裡面 其實一個國家必須要有國號 要有國號 那麼天皇他必須要有王號 這都有他的歷史背景 那大化革新的這個部分 回到六百四十五年 天治天皇另外一個名稱叫中大雄皇子 跟一個忠臣連主去討蘇偶士 各位知道蘇偶士他其實是支持佛教 他跟悟布是兩個是在一個蘇偶士戰場 悟布是反對 所以他們有對立的 但是這個後來蘇偶士滅亡之後 就在日本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 就是新的體制就產生了 這個體制就叫做大化革新 大化革新大概主要的事情有三個 一個是建立中央集權的一個體制 事實上中央集權的體制 在剛剛介紹聖德太子那個時代 就慢慢延伸過來了 那這個時候應該是更弱勢 那第二個就是定定年號 為什麼要叫大化 第三個是遵從伯葬 也就是說這個上禮是如果遵從古禮的話 講到這個禮其實是繁文入解 沒有沒了的 是不是可以簡化 包括這個上禮等等 那我們也可以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有關於藤原金 這是日本最早的都城 在六四九年就是蓋了 在參考周禮的這個文獻去把它蓋出來的 藤原金在哪裡呢 在奈良的 卡西瓦拉 這個念成卡西瓦拉式 如果你們到大阪或者是 玩到金瓣神去 其實都有那個特塊車到這個卡西瓦拉 這邊還有一個神武天王的一個墓 也許各位可以去那邊稍微看一下 那這個藤原金的一個位置 我剛剛講是在這個卡西瓦拉式這個地盤 它是這個時代日本最早的 而且是最大的一個都城 它是各位看一下這個像棋盤似的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建築 他們稱這個叫做仿條字 對不起 條仿 條仿 就一條一條的接仿的意思 條仿 從那個圖的話 各位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那它有東西巷的叫做條 有沒有 北什麼什麼幾條 大陸 然後南北巷的叫做仿 叫做仿 所以這個古都啦 經常是以這種方式去蓋 所以現在各位如果到京都去 有幾條 二條通一直到九條通 十條通都有 就是幾條通 京都的這個都市計畫 事實上跟古代的這個建築 也是有它相關的這個情形 可是藤原金這個名詞 其實是近代以後才使用的 藤原金這樣子一個名詞 事實上在日本書記裡面 沒有找到沒有記載 就是近代以後才去把它稱作所謂的藤原金 不過考據出來就是六四九年 那那個時候蓋的 是一個定說 一個定論 休息一下 我可以看一下那個PowerPoint 這是我剛剛介紹的 簡單的我就不再做說明了 大概請各位看一下 我就跳過去 那這個部分就是兩邊在對立 就是一個外來的佛教 到底要不要接受 那蘇我士這個部分 他是希望說把它接納進來 那物部式的部分 他就講說不需要這個形成對立 那最後當然是蘇我士他贏了 所以那個佛教的思想才會順利的進去 那這個聖德太子的政治的一個思想裡面 就是因為佛教要進來了 進來又開始推展 剛剛提到的這個官衛十二階 十七條憲法 都在這個他設政的這個過程裡面 推展出來的 包括剛剛介紹的法龍寺的一些寺院的建築 還有對潛水使的派遣 這最有名的就是我提過的 在教材裡面有提的就是說 他希望有一個國與國之間對等的關係 來跟隨朝做交流 那從這個大中國的一個角度來講 絕對不允許的 就是說你是一個東裔 是一個東方的一個小國 怎麼可以跟我用國跟國來對稱 所以才會這個不高興 不高興以後派了使節過去 那之後再出現後面的一個所謂 所以我們現在介紹的這個大化革新的這個交流 那十七條憲法我已經介紹過了 那潛水使的部分 前點後有拍了五次 有五次的這個時間去 這個對等的立場當然沒有被宣揚必接受 好下面我們就開始 就是今天跟各位介紹的這個部分 那特色就是佛教的一個文化的一個發展 那接下來我們簡單的跟各位介紹那個淺唐使 前唐使第一次派出去的時間是630年 然後最後結束的時間是894年 那這樣一算下來大概有260幾年的時間 總共有說法不一 從18次、19次到20次 比較可靠的大概前面的18次有詳細的一個記載 那麼這個部分最後是停止下來了 那喊停的人叫做這個真元道真 這個又被稱為日本的學問之神神様 那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官 這個幕僚 他是他直言 提了很多建議 但是他得罪了上層 所以最後被流放 流放到九州去 那他個人很喜歡梅花 所以在京都有所謂的太宅湖 就是祭祀斯拉瓦拉的一個原來的一個地方 但後來他被流放到福岡去了 到九州去 所以九州福岡在靠南的地方 也有一個太宅湖 那個太宅湖是他被扁了以後 去到那邊的 那那個太宅湖 四周圍如果有去過人 就知道他是種了梅花 最漂亮的像是 大概你就12月到1月的時候 你去看 你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梅花 他們賞音都是在3、4月 但賞梅的話 大概就是12月到1月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 那那個據說後來 斯拉瓦拉的他的骨灰 就下葬在福岡的那個太宅湖的正殿下面 那因為他喜歡梅 所以當地賣的就是梅餅 叫做梅餅和梅餅 那個甜甜鹹鹹的 整條餐到幾乎每一家都在賣 然後味道都一樣 那配抹茶好像也滿不錯的 吃一兩次可以 再吃下去大概就也不覺得怎麼好吃 博士當地的一個民廠 他呢就這個認為 這個淺堂史這個活動已經持續了那麼久 事實上也花了很多很多錢 那麼200多年來一直在 從這個中國引金回到日本 那有沒有好好消化 其實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建議喊停 喊停就是財政的問題 然後日本自己有沒有消化的問題 還有一個唐朝的國勢已經在衰退的問題 這些問題其實都還滿嚴重的 我簡單的做一個補充 就是這個派遣去的這一些使節 你們都知道有留學生、學問生 也就是當時代的做學問裡面的高手 就是所謂高級的知識分子 在經過朝廷的精挑細選之下 他們前往的 那每一次出發去的時候 大概有400到500人 在那個時代的造船的技術 航海的一些資訊不是很發達的時候 一艘船做了400到500人其實還滿多的 你就現在來講都不少了 是不是 所以可見當時代的那個船的技術也不錯 能夠載那麼多人 只是這19次當中有很多次都是怎麼樣 遇到海難 遇到海難 因為那個對於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氣象包括非常的準確 有沒有 當時可是沒有這樣的一個科技 能夠去克服這個天下 所以明天會不會颱風來 會不會刮大雨下風 那個都是用判斷的 完全都是判斷 但是這個判斷常常會有誤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這次來 日本叫做颱風26號席捲的 有一個島 那個島是在太平洋上 小地原島 這個隸屬在東京都裡面 可是很慘 昨天我們看到的消息是整個走山 而且晚上1、2點的時候寢盆下雨 最多的時候下了100多公里 所以整個山就這樣崩下來 所以很多人在睡覺都被活埋了 那現在 昨天的報導是有發現了17具的屍體 另外還有43人 43人 這個失蹤 然後很多公路 各方面其實都已經非常嚴重 另外又沒有進到日本本週 可是他從外海過去 所以雨量豐沛 今天早上NHK爆出來一個消息 非常嚴重 又是這個湖島的 這個污水的問題 那他們又用一個兩個字來淌賽 就是說sautéga 又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大 其實這個問題非常非常嚴重的 絕對不是那個安倍首相 就是這樣講的所謂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絕對沒有control的一個問題 昨天在國會裡面被在野黨質詢出來 所以這個怎麼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不是日本個人的問題 不是日本一個國家的問題 是整個東亞甚至影響到整個世界的環境污染安危的問題 我們吃的東西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日本人不是不知道 只是他們不知道的情形是如何去control 真的很難 我也相信他們會請全力去 回到這個淺堂石 他出發的地點是從大阪出來的 從大阪 這個大阪有一個駐籍神社 駐籍的Smiyoshi 如果你們去大阪 有一個很古老的神社 就是Smiyoshi 他們會去那裡先拜拜 這個祈求所謂的航海的一個平安 然後再開始這個出發 那大阪有一個比較古老的那個地名叫做南坡 你們知道南馬有沒有 現在還有那個南馬 就是那個附近 南馬那個附近 那他們從那裡出海 從大阪出海 從大阪出海 從大阪出海有經過賴戶內海 一直到湖岡 那湖岡的沿岸有一個叫 賢戒貪 從那邊開始出 這邊應該有照片 是不是有照片 有有 各位看一下 是這樣 從這個南坡這邊出來 到湖岡這個地方 來了以後 他就有分北中南三條線 不一樣 從日本開始要往長安的路裡面 因時代不同 有不同的北中南三個線 那這三個線呢 那個已經用不同顏色標出來了 年代也標出來了 那基本上就是說 與朝鮮的關係呢 很好的時候 他走的是北路 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從這個地方 博多開始出來 然後他其實是靠著朝鮮半島 一直往上 這個是應該博好的地方 然後再到登州進來 然後一直到這個地方 到長安 這個是跟朝鮮的關係還不錯的時候 還不錯的時候走的是北路 那後來呢 關係慢慢的不好的時候 他就往這個第二條 往南 咖啡色的部分 各位看一下 往南走 甚至於走到這個 琉球這個 往下已經走到琉球了 再勾回來到寧波 然後從這個地方再往上去長安這樣子 那第三條呢 就是這個藍色的這個部分 走中間這個地方 走中間這個地方 大概有三個情形 這樣子的一個走法 那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應該是八百九十幾年的時候停止 那停止的原因有三個理由 裡面有一個就是唐朝開始衰退 那各位在念中國的古代史的時候 這個發生了一個 你們都知道叫黃草之亂 唐朝的這個黃草之亂以後呢 黃草就攻陷了這個洛陽跟長安 那建立了一個叫大齊 大齊這個國家 雖然這個大齊也許各位不是很清楚 他在很短暫的期間裡面就滅亡了 可是也造成這個偉大的唐朝 這個王國的衰退 一個王國的一個衰退 這個資訊被日本catch掉了以後 那斯加巴拉 才會提議說 那我們是不是就停了 所以正式停的時間 日本的年號叫寬平 西元年是八百九十四年 這個是有的考證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這個之後一直到九百零七年 淺堂史就走進了這個歷史 淺堂史的熱傳也很好玩 這個是一個貿易史或者是航海史 或者是東亞的一個交流史 大家都非常熱衷在研究的一個領域 那還有一個技術部分的一個學問的研究 就是造船 造船的技術 這個很有趣 就是造船的技術在時代上如何演變 在整個東亞海域裡面 其實不是只有中國船 也有日本船 也有其他國家的船 也有這個歐美的船進來 那所以同時代的一些造船技術 船海技術的一些比較的研究 其實那是另外一個領域 那延伸出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提的就是說 日本的潛堂史到中國去 那取經回去日本 然後對他們的文化、文明的辦法 產生影響 這樣一個學門 大概就是講到中日關係史 或者是中日交流史的一個層次而已 但事實上它所延伸出來一些 研究的患醜是無限寬廣的 相當廣泛的 好 在這裡我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大化兩個字怎麼來的 其實從中國的古代的經驗裡面 去萃取出來 這個一直延伸到現在 延伸到現在的所謂平成 可以去考證平成是從哪裡來的 還是從古代的中國的這個經典來的 他們一直保持這樣的一個傳統 好 我這邊做一個補充 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藤原經 是最古老的一個都城 這裡面還有一個他們想要模仿的 就是貨幣 因為這個在古代的時候 其實是以物易物這樣的一個交易行為 但是那個貨幣其實中國很早就有了 所以他們也想要模仿製造這個貨幣 那這個貨幣就是開源通吧 這個時間點其實我們就已經做了 可是他模仿的東西呢 是在漢的這個所謂的武書 武書前這個部分 在這個時代就有了 第二個我們在介紹的 就是一直在講這個佛教的問題 可是這個時代還有一個 這個道教的這個思想 道教的思想多多少少也影響到日本 可是這個部分其實有這個比較有爭議 為什麼因為他的整個史料的記載 是比較缺的 所以在這個道教 是不是在這個時代傳到日本 然後影響他們很多很多 其實有兩派說法 當然我相信是有 只是說他的程度 不是像佛教的這個思想這麼多 這個是一個事實 另外一個就是說 到這個時代 遣唐使的這個時代為止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文獻裡面 都沒有日本這兩個字出現 在這個情景 在上面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字 或者是這個字 但是在遣唐使以後 可能是來來回回 走了很多趟 所以第一次的這個 日本這樣子的一個名詞 出現在中國 是在遣唐使這個時期 跑出來的 那另外這個 白鳳文化的一個代表的寺廟 讓各位看這個PowerPoint裡面 就可以看得到這個鑰使寺 這個也是在奈良 也是在奈良 其實你們可以一起去看 在奈良裡面的這個法龍寺、鑰使寺 還有等一下我們跟各位介紹的 唐召提示 其實都很相近 大概半日遊就夠了吧 半日遊應該就可以遊玩 還有一個是高松種的這個股份 那個壁畫 高松種的股份的壁畫 被發現是最近不到20年的時間 那這個壁畫是畫了一個唐草的 這個女人的這個圖像 那各位知道唐草的這個女性 所謂的美女的觀念是什麼 是白白胖胖的 那是美女 現在如果是胖胖的、圓圓的 在一面裡面好像不會被稱為美女 可是在唐草那個時代 是圓滾滾的 然後稍微 可能就稍微 體重稍微寬廣一點的 那衣服穿起來是比較有分量的 這樣的是一個美女的一個概念 我看到那個圖像的被發掘以後 它是壁畫就是在牆壁上裡面畫出來的東西 那考證出來就是那個時代的東西 可是在被發現以後的處理 好像是漆的問題都沒有處理好 後來被批評為所謂的破壞國寶 因為那個一定是國寶的 如果是當時代被發現的一個 這麼重要的一個所謂壁畫的話 在古墳裡面 通常是在墳墓裡面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那些增積的 這個 這裡面其實是很值得去看的 如果在那一涼的話 能不能進去看到我不知道 但是各位可以到明日香去順便做一天的游覽吧 就是 阿斯卡 在那裡 稍微靠近北部一點的地方 這裡面我想王浩的問題其實還蠻有趣的 第一個就是說國號的問題是 跟這個舊唐書好像有點關聯性 這樣的一個對比 那另外王浩的部分 這裡面各位可以看到 他用那個音跟漢字去對 等於是對比的這樣的一個文字學的一種流傳 是蠻有趣的 那另外天武天皇怎麼來的有兩個理由 這兩個理由也是一種傳說 一個是道教思想來的天皇大帝 從天皇大帝一直到天武天皇 那這個考證其實中日雙方的學者做了非常的多 他是有平有俱的這樣的一個講法 另外一個是五則天后的這個皇號天皇這樣子撐過來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中日的一個對比 就是中在前日在後這樣很多當時他們為了所謂的吸收一些知識 大概做了這樣的一個所謂的瘦容的一個動作 多謝了 多謝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